五千元報帶大家了解 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我們看到未來這一週的下半週 我們看到日本跟美國有利率決策會議了 那當然我們在未來的48小時 會持續會關於追蹤 這個關鍵於下半年的資金行情的變化跟發展 可是在今天我們做兩個立上重要的轉折事件 第一個是政治面的 我們看到了梅克在週日的選舉 特別是柏林的地方議會 是全軍揭幕 但對比的是普丁的國會選舉 是瘋狂大勝 到底德國跟俄羅斯 在過去這幾天的選舉結果當中 會給整個全球的政治或地緣的關係當中 產生什麼深刻的變化跟影響 那另外我們看一個最大的變化 是在於能源汽車 特別是在過去這一兩天 大陸在輕的儲存 出現了重大的技術突破 使得我們期待的輕能源的時代 似乎從未來的2030年 瞬間提早10年 可能未來的3到5年 這個輕能源車就會極快速的進行普及的發展 所以從這兩個一個政治的轉折 一個是能源概念的轉折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要怎麼做觀察 我們特別請教三位來賓 第一位請教是資深財集者丁萬銘 第二位請教是財集部落客的投資達人坦克爺 第三位請教我們分析師曾煥文大K 好 當然我們在討論這兩個轉折之前 我們還是邀請所有金錢報的觀眾朋友 來參加我們第一屆的金錢報全球投資大賽 你只要到我們東升財經台的官網 去搜尋五七金錢報人機對決 在11號即將正式展開 這場台灣最大規模 跟國外不管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還是新加坡交易所 甚至台灣集交所 各大家育所的一個投資合作的一個大型的比賽 那獎金跟名車 在這一次兩個月競爭當中 希望觀眾朋友你可以把它拿走 所以現在熱身賽已經開始召開了 所以搜尋五七金錢報人機對決 掌握這一次跟高手對決的時刻 好 這樣我們還要觀察 除了人機金錢報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